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姚蜜自《三生三世》是李桃花之后,就有了《收视女王》的称号 而她主演的影视剧也总是引起十分关注 之前,姚蜜软金天主演的古装女性励志电视剧《扶摇》 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度 该剧主要讲述了出生底层的平凡少女扶摇 与长孙无极相知相爱,最终成功对抗不公命运的故事 热播后,该剧在姚蜜自在的流量带动下 出世率上几乎是居高不下 甚至该剧完结后,还凭借着良好的收视率情况 以及超高的网播量,一度获奖 但是,在取得可观的收视率以及获奖无数之计 该剧的口碑却一度遭遇观众差评和吐槽 不仅给出了4.6的低分 这剧后的观众更是一致吐槽不已 而且剧中不仅电音对不上嘴型 多数剧本还存在马力苏倾向 而在伴随着扶摇遭受吐槽之后 杨敏的实力同样备受质疑 以至于如今由他携手霍建华主演的新剧 《注目情缘热播后》 同样无法获得观众不明和好评 反而一度遭受到了葡萄 电视剧《注目情缘》是由霍建华、杨敏主演的年代励志剧 不可否认,该剧除了在题材上备受瞩目 之中霍建华和杨敏的三度合作 同样备受关注 然而,随着该剧热播后 从热播后观众的反应和点评中可以看出 这本毫无新颖而言 最让人尴尬的是 这部剧被传释翻拍自九年前的韩剧《巨人》 原剧的平翻高于八翻 如今这翻拍的口碑也是让人很无奈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